一份新的報告稱 中國在2021年至2025年新疆五年計劃的重點是 鞏固和維護該地區的強迫勞動運動 擴大強迫勞動的規模和範圍 美國和一些西方政府指責中共對維吾爾族 哈薩克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實施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 包括強迫勞動 絕育 將500多萬人任意關押在集中營 消除當地的語言和文化等 日本防衛大臣安新福12日在新加坡會見了中國國防部長魏豐和 安新福在會談開始時表示 日本和中國之間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著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 中俄空軍在日本周邊的聯合軍事行動是示威行為 對中國在東海 包括沖繩縣和釣魚島周邊的活動表示強烈關切 並督促中國方面自治 中國國防部長魏豐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論壇會議上發表演講時 提到了美國的印太戰略 美國國防部長表示 他們將支持臺灣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進行自衛 據路透社12日消息 北約秘書長昨日在訪問芬蘭期間表示 土耳其反對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 並提出的安全擔憂是合理的 考慮到土耳其方面的關切 北約不認為即將於6月底在瑪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 將是批准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最後期限 美國總統拜登的依據 澤連斯基不聽美國警告 引發烏克蘭方面不滿 據美國新聞週刊報導 針對拜登此言 烏克蘭總統的顧問表示 拜登此言不完全正確 如今烏克蘭已經抵抗了入侵者俄羅斯100多天 在這個時候指責烏克蘭是荒謬的 希望美方能夠澄清相關言論 6月1日 上海解除了為期兩個月的中共病毒疫情的封城 近日 上海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有關部門下令對15個區的所有居民進行PCR檢測 5個區在檢測期間禁止居民外出 要求在7月31日之前 每個居民每週至少完成一次PCR檢測